景文科技大学创校33周年22号在国际会议厅举办校庆典礼 活动由学生社团达鲁岸社表演泰雅族之歌 热情揭开序幕 景文科大校长余地在致辞时表示 少子化以及疫情影响下 景文全体师生仍努力教学研究 不仅在今年招生逆势成长8% 赞与各项国内外竞赛 各式荣获优秀成绩 包括电子学院在国际创新发明奖中得到五金的成果 人设学院在视觉设计与珠宝进攻方面也获得佳击 让北景文的招牌更响亮 我们为了要维持北景文这样的美誉 我们真的很努力 特别是我们观参学院 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大赛 都是获奖无数 当然我们其他学院也是不遑多让 我们人文设计学院也是全国性的 还有国际性的老师跟学生都是获奖很多 最近才刚出炉一个精工达人 对不对 全国第一名 此外景文也持续推动产学合作 除了连结国中高中端进行产学一贯技术教育 同时还结合在地资源 带领学生走出校园 达到社区学校互利共融的目标 景文科大一直都是景文高中那只 强而有力最支持最稳固的那个大手 他永远都牵着景文高中的这一只小手 在协助我们 景文其实远近迟迷 除了在外面去参加比赛拿荣誉之外 其实也没有忘记照顾在地的社区 我们不管是一组或者是来社区做服务 其实都是一种回馈地方 景文科大表示 未来将持续深耕在地 放眼国际 精进实务教学型大学的目标 让校务昌龙未来更好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